You said you are cannibals, right? Yes, that's why this vegetarianism thing scares me Vegetarians are probably much better for him I like to stalk one myself from time to time 骷髅哥今晚化身之心主播 在答疑解惑的同时 说起一位特殊的求助者 他总觉得妻子不忠 又不愿做出伤害他的事 于是不停雇佣斯家侦探调查 除了每天十点都去教堂以外 并没有任何出格的行为 李奥怒骂侦探无能 他肯定妻子有事瞒着自己 特别是在晚上友好交流的时候 侦探认为他过于焦虑了 毕竟两人年龄相差24岁 难免心理上会有问题 李奥坚信自己很正常 说着便要另寻高救 他带着照片找到另一位专家 与其他同行不一样的事 他很理解李奥的烦恼 并分析婚姻部中这档事 男女对另一半的怀疑总是正确的 比如回答问题吞吞吐吐 被碰到身体蜷缩起来 他列举的这些例子 妻子无一例外都中了 李奥愈发相信有外遇 他第一次怀疑是几个月前 妻子不再愿意友好交流 专家捕捉到关键点 疑惑他有没有穿诱惑性的衣服 但李奥没仔细注意过 表示不太懂那些东西 可要搞清楚有没有外遇的话 最好去检查一下衣柜 李奥觉得很有道理 随即回家不停翻找起来 发现了一件奇怪的衣服 布里不由感到无语 丈夫怎么对内衣这么感兴趣 李奥按指作用不止于此 布里听得满头雾水 眼见丈夫触碰自己 他连忙表示不行 整个人显得格外抗拒 非要过段时间才愿意 李奥脸色难看起来 一个星期很快过去 专家拍到了些东西 他粗略地翻开照片 觉得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就像之前那些人一样 专家连忙翻出最后两张照片 从左右的表情对比来看 布里离开比进去的时候更开心 李奥认为这很正常 他受到了精神的鼓舞 专家文言连连摇头 这么年轻的女人 怎么会天天做弥撒 专家接着递出一张照片 根据样貌和年龄来看 猜测八九不离十了 李奥一直不住震惊 但也没完全相信 妻子怎么会和牧师搞在一起 专家认为很可能 约翰神父是个激进派 由于违法教皇 在节育事意上发布的通语 导致丢了上次那份工作 再结合布里离开教堂的照片 李奥感觉妻子表情都变了 专家表示不幸的话 他可以自己去教堂查查 第二天早上 李奥独自一人前往教堂 发现约翰在弹钢琴 随即谎称刚搬到这里 想为妻子和孩子看看教区 约翰很高兴他能过来 最近有很多压力较大的年轻信徒 他能帮忙解决各种问题 李奥疑惑什么问题 约翰承认这是难题 所以将目标放在打造教堂上 帮助更多人处理疑难杂症 并没有透露其他事 接着要去听信徒忏悔 李奥无意看了眼下面 发现妻子又来忏悔了 随后一起走向忏悔室 等他跑到楼下时 两人刚好进到里面 李奥控制不住脑补 布里进行着特殊的忏悔 一想到这里 他满腔怒火地离开教堂 随后找到专家诉苦 显然自己的怀疑是真的 但李奥深爱着布里 不想就这么结束婚姻 可如果能挽回妻子 他完全不用再回到这里 专家知道他想干什么 但这么做的难度很高 李奥只当在说气话 专家画风突然一转 表示难度不算太高 只要有钱就能办到 随即开口要价五万 再另加五万给自己 这些都要提前支付 需要放在专家指定的位置 但李奥不是人傻钱多的主 担心他拿钱跑路 专家强调对比离婚 这笔钱可谓九牛一毛 眼见对方不为所动 专家连忙撇清关系 他今晚一旦离开 两人就不再有任何联系 李奥终于下定决心 疑惑什么时候动手 专家没说明确切日期 他知道的越少越好 此时李奥将十万美元 放入指定地点 又把钥匙放入信封寄出 随后开车到教堂外 想亲眼目睹约翰死去 可整整过了一个星期 专家的人还没动手 他还想找对方质问 不料到事物所发现 这货竟然真的跑路了 庄前的柜子空空如也 李奥彻底绷不住了 随即重新回到教堂 掏出准备好的小刀 打算在待会忏悔时 直接给约翰来上一刀 可他刚躲进去没医会 听到妻子走进忏悔室 李奥连忙压低声线 接着打开了窗口 不理祈求神父进化罪恶 李奥强忍难过点头 问他撒了什么谎 不理解释 有好几次想告诉丈夫 由于母亲是死于难产的原因 他害怕自己也会这样 所以害怕友好交流怀孕 李奥顿时恍然大悟 不理根本就没有外遇 连忙让其不用忏悔 他能理解妻子的担忧 不理显得格外惊讶 眼见丈夫原谅自己 整个人也十分高兴 不料这时 一个冷冰冰的声音传来 让神父赶紧放开不理 李奥见状急忙解释 杀手根本听不进去 复述着雇主要求的话 对他耳朵来了一枪 随后便转身跑路 不理连忙上前抱住丈夫 祈求他不要离开自己 可李奥已经没了气息 只剩下哭泣声与祈祷声 在教堂回响 时 59一夜 晚些工作室 时 100元 天哟 感受得 также 什么事 你有没有وس過 shockjockbiffle